DNG 2017 ICT Pivot 1A MC 第32 题 这题都是4.1%效生答对 这题都是一个 typical pseudo code 的问题 题目给了一句这样的 if then 的 statement 就给了 x, y, z 有三个 variables 现在题目就问了 如果真的要 output 到 sound up 声声 即是要 execute 这句 statement 究竟 x, y, z 要有什么 values 才可以 output 到三个声声 即是上面这个 if 的条件 要为 true 才可以 留意这里有个 not not 了一件 所以这件就要出 false 这个要出 false 才可以 理论上做得很简单 只需要将题目的四个答案 A, B, C, D X, Y, Z 的 values 代下去 看谁会出到一个 final的 true value 这样就可以出到 sound up 声 只不过我们代下去的时候要留意 就是公开市十分强调这些 所谓 boundary condition 那些窄界的情况 就是这个 譬如 x 大过三十 这个又没有等于的 和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 一看到这些大个小个等于的符 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那你试试代内先 譬如 x 是20 y 是true z 是true 20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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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大过30 这个是false true and true 这个是true false or true 就是出true 所以出不到一个false 就是黄色的false 所以A的答案就不对 所以A是错 接着到B X是30 Y是false E是false 30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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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点 30大过30 是true还是false 30大过自己 这个很明显不是true 因为这个是属于Boundary Condition 自己是不会大过自己的 但如果你说30大过等于30 这样就OK 自己大过等于自己 是可以接受 但自己大过自己 一定是false 接着 false and force 都是出false 接着 false or false 都是false 这样就出多了 not force 就出true 所以答案就会不错 是B 那比较稳定的 可以继续 都要试到CD 那这里留给大家自己做了